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哈佛商業評論 2021年12月號的封面故事 就是專案經濟時代的來臨 沒錯 這個時代就叫做專案經濟的時代 而這個時代所有的組織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數位轉型 數位轉型它的本質事實上是 組織變革跟商業模式的改變 專案是所有組織數位轉型的具體實踐方式 專案的定義是很簡單的 就是在有限的時間以下 集眾人之力協同合作 來去解決最重要的問題 還去掌握最重要的機會 所以像婚禮 行銷 工程 旅遊 研發 這些全部都符合專案的定義 疫情期間其實專案發生的更頻繁 舉例而言 像快篩國家隊 十連制檢訊 口罩國家隊 正興五倍券 甚至像我們大學裡面的校園通行證 這些其實都是專案 因為專案管理源自於系統管理 專案的本質就是系統 其實管專案就是管系統 其實系統有三個定義 只要符合這三個定義都可以叫系統 第一個它要有元素 接著元素彼此之間要能夠因果聯動 那因果聯動要達成它想要的功能或者目的 我們來舉呼吸系統而言 呼吸系統的器官 鼻子 咽喉跟肺就是所謂的元素 這些器官是不是也因果聯動得非常緊密 最後就是要達成呼吸的功能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呼吸系統 它叫做系統的原因 企業的器官就是部門 那部門要不要因果聯動 當然呢 部門之間的因果聯動要更緊密 才能夠達成企業獲利的目的 怎麼做才能夠看到問題的全貌 其實就是我們的思考模式必須要轉換成什麼 系統思考 採用加班來解決專案進度落後的問題 這一種就叫做直覺式的專案問題解決思維 專案進度落後差距越大呢 加班的程度就要越高 工作完成增加量就變多 那工作完成增加量變多呢 現況完成的百分比就會改善 好 那這就是所謂直覺式的問題解決 如果我們有系統思考 我們的專案問題解決呢 就會去思考對策的後遺症跟反效果 例如加班加得越多 疲勞程度就會越高 疲勞程度越高呢 做錯的機率就會越高 做錯的機率越高呢 品質不良率就會越高 那如果品質不良率越高呢 重工的工作量又會影響下一階段的工作完成百分比 所以它就會形成一個我們叫做窮忙的循環 我們來看看大前研一怎麼說的 他說物聯網IoT 不要只看到設備 終端等單獨的機體 你要以整體的相關系統思考 就可以想出超越業界價值的創意 無人駕駛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解決什麼 解決車禍發生的問題 所以無人駕駛的自駕功能如果越強 人為車禍風險降低的程度就會越高 那降低程度越高呢 現況發生車禍的機會就會比較小 跟剛剛一樣 它是屬於直覺式的專案的問題解決的思維 就會讓我們把解題的方向放在哪裡 放在自駕功能的不斷擴張跟提升 就是剛剛大前研一提的 它不希望你只看到什麼 設備、終端等單獨機體 然而真實情況是怎麼樣呢 無人駕駛車的自駕功能越強 車禍發生的機率卻沒有明顯改善 自駕功能越強 駕駛人在車內專注駕駛的程度就越低 那它可能會從事娛樂或閱讀的程度就越高 它可能會追劇啊 駕駛人的突發事件應變能力就會變得很差 一旦有突發事件的時候 它其實發生車禍的風險會更高 所以當我們用系統思考 看見問題的全貌 看見窮盲循環1 看見窮盲循環2 我們就可以擬定相關的配套 系統思考呢 同時也非常適合商業模式的發想 有人在餐廳問貝佐斯一件事情 請問亞馬遜的商業模式是什麼 貝佐斯在餐廳隨手拿起一張餐巾紙 畫出這樣的一個圖 這個圖的邏輯就是什麼 萊克數也就是流量 萊克數越多 賣家的數量就會越多 商品的選擇越多 顧客的體驗就會越好 顧客體驗越好 我們的萊克數流量就會增加 這個就是非常有名的貝佐斯的餐巾紙 後來我們也把它叫做 亞馬遜的成長飛輪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上面 萊克數越多 平台交易的收益就越高 可從事投資金額如果越高呢 亞馬遜雲端功能就會越強 這個我們都是大家所熟知的AWS 那AWS的功能越強呢 訂單處理的效率 以我們所謂的商品精準推薦的程度 就會越高 就會再去影響我們的顧客體驗 各位可以知道 處理的效率越高 以及推薦的商品越精準 客戶就越滿意 那萊克數一旦增加呢 平台的收益就會增加 好 那這一個循環呢 基本上就滿足了數位優化的定義 我把它叫做一個數位優化的齒輪 它事實上是可以帶動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核心飛輪 它可以讓這個亞馬遜的商業模式 越滾越好 所以亞馬遜它現在已經是一個 數位轉型的典範 那其實呢我們用系統思考 事實上是可以展現亞馬遜整個商業模式 近20年來的不斷演變的一個變化 也唯有用系統思考 才能看到這些動態複雜的一個變化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系統思考其實是專案經濟時代 不可或缺的一個思維以及解題 甚至是規劃還有轉型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唯有學習系統思考 才能讓我們視線變遠見 一旦我們能夠視線變遠見 我們做任何事情 才能夠達到反直覺才會贏 我是楊朝仲 謝謝大家 解頭腦的渴 開領略之門 人文講堂